如果要问印度有什么是你最喜欢的 屏幕前老色批的你已经在偷笑了 没错 那肯定是印度美女 印度生产过很多届世界小姐 我们也常在宝莱坞和好莱坞的电影中 见到过许多美的帽炮的印度姑娘 例如您正在看的这几位 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生产美女 有人说是因为印度是一个在历史上 常年被入侵的国家 波斯人 希腊人 大跃之 突厥 蒙古人都先后入侵过印度 因此印度的婆罗们和沙地利 混合了入侵者的血统 所以北印度人能同时呈现白人和亚洲人的特征 相比白人皮肤更细腻 不会那么容易衰老 相比亚洲人又更五官立体 满是美人基因 我们在印度电影看到的美女 大多都是来自北印度大眼睛长睫毛的电眼美女 这些美女们同时大都是贵族或中产阶级 养尊储偶 其余保养 所以盛产美女 我们今天不研究美女怎么来的 我们只看美女怎么没的 哦错了 是美女怎么化妆的 观摩一下印度女孩出价时的新娘妆化妆过程 你现在看到的这位姑娘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 她将在两位美妆大师的手里完成由少女到新娘的蜕变 我们看到这位印度姑娘其实五官还是生的非常不错的 浓浓的美貌 大大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小小的嘴巴 火源的脸蛋 除了皮肤稍微有点虚非 其他都很好 所以美妆师傅拿到这种美人配子 只需要把肤色盖一盖 再点缀一下就好 首先 负责给姑娘上妆的是洛塞胡老师 她主要使用的工具就是刷的 钢丝球和抹布 需要用到的粉底为两斤 只见洛塞胡老师 鲜熟的拿着各种工具在姑娘脸上游走 不一会儿 以妆就以 OK 姑娘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接着负责给姑娘上妆的是长发老师 我们看到长发老师先从姑娘的眼妆开始入手 只见她拿着毛笔 小心翼翼的在姑娘眼皮上涂着桃红色 接着又换一只颜色更深的笔网上涂 涂成红的发紫的红 然后又换了一只黄色的笔网上涂 最后又拿了一只白色的笔头线 一顿操作下来 姑娘的眼皮就呈现出了由深红到白的渐变颜色 就像熟透了的桃子的颜色 非常的抢眼 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印度人非常重视眼睛的描绘 紧接着长发老师又把一闪一闪亮晶晶 贴在了姑娘眼皮一角 当然眼线的勾勒怎么能少 长发老师拿着毛笔就是一顿鼓 不一会儿 就在姑娘眼角画出了两把黑色的小刀 然后就是勾眼睫毛 涂完之后 姑娘的眼睛立马美得冒泡 最后一部 眉红色的口红王小嘴上一涂 新娘装就大功告成了 屏幕前的各位客观老爷们 觉得印度的新娘装好看吗 你没爱娶这样的印度姑娘吗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 让我们一边听着印度山曲 一边欣赏一下两位老师 完美的新娘装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有时候掌红王大的 九五八十三 高原来 百五十四 两年 在 十三 六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视频的客观老爷请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